大家好,我是小颖 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尽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感谢您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主食都是米饭 即便是血糖高的患者,这也是不可缺少的食物 但对于高血糖的患者来说 这也算是血糖速度上升的一个比较快的主食 所以,对于此类人群讲 吃米饭的时候学会一些技巧 粗细搭配煮米饭 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餐后的血糖指数 不过,对于部分人来讲 由于自身消化能力比较差 再加上对于白米饭缺乏食欲 那么,下面这个小方法就能很好地解决一道难题 米饭加绿茶 绿茶是一种茶香浓郁的茶品 绿茶使用功效特别的好 可长寿也可以美容养颜可养味 平时很多人都喜欢把它冲泡以后饮用 不过,绿茶除了可以冲泡以外 还能够用来煮饭做菜 绿茶煮饭应该怎么做呢 绿茶煮饭很简单 大家可以取一块干净的纱布 取上三到五克的绿茶 用纱布把绿茶包裹起来 800毫升的水中浸泡10分钟 泡了茶汤,我们取水倒入锅中 再把米饭倒入锅中 我们开小火开始焖煮就可以了 茶香浓郁的绿茶饭也做好了 既简单又好吃又营养 绿茶煮饭能够预防肚脉硬化 平时,绿茶煮饭食用后 可以预防人类的动脉硬化 因为绿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 这种物质与大米一起煮以后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它能够抗氧化 增加血管韧性 也能够预防血管老化 还能够清理血管中的胆固醇 经常使用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发生 绿茶煮饭能够消炎促进消化 绿茶煮饮能够消除人体内的多种炎症 能够抑制细菌再生 对人类的肠炎和胃炎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平时多使用一些绿茶煮饭 还能够延缓衰老 滋养皮肤 会让人们一直保持青春靓丽的状态 绿茶煮饭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茶味道不要太浓郁 不要用隔夜的水 一定要先把水热过一遍 把茶倒掉 用第二道茶 泡好之后过滤掉茶叶就可以煮饭了 洗干净的米倒入锅中 再倒入茶水 茶水刚好没过手指第一个关节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我们按煮饭模式 像平时一样煮饭就可以 或者是直接将绿茶水食用于饭菜里 以前没有将绿茶用于饭菜 原因就是口感会比较差 难食用 绿茶本来是为饮用的 所以制造者不会考虑食用的口感 干燥边影的口中 就会给人粗糙的感觉 如果是碾碎比较粗的粉末 能够获得很好的口感 一般来说 两毫米粗的粉末就很适合了 如果颗粒比较大 口感就成问题 如果是颗粒感太小了 不仅颜色和味道会变得特别的浓郁 而且应用范围也比较狭隘 绿茶的用料可随个人喜好而定 一般每个人份菜中加入两克就可以了 清淡一点的加入一克 为了每天吃六克左右的绿茶 只要每顿饭在一道菜或两道菜中 加上绿茶就可以 将绿茶撒在做好的饭菜上就可以吃 这是绿茶最基本的吃法 不同的茶煮饭有不同的功效 普尔茶 普尔含有丁类物质 具有抗制氧化作用 降低人体血液中的低密度蛋白总胆过程 干油三折的水平 并且能够提高人体的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含量 适合老年人 绿茶具有提神清新 清热解暑 消失 化痰 减肥的作用 对现在疾病辐射 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等疾病有一定的料理作用 适合天天对着电脑的人群食用 红茶信温 善温中驱寒 温味驱寒 能化痰 消失 开胃 脾胃不好的人 可以使用红茶来煮饭 乌龙茶 乌龙茶中的茶多糖 可以通过提高机体的抗氧化功能 增强肝脏葡萄糖酵酶活性 肝糖输出减少 从而降低空腹血糖 研究表明 乌龙茶水煮饭能够明显地减轻糖尿病 绿茶的功效是最好的 经常使用可以长寿 我们要多使用绿茶 喝绿茶太过单一了 把绿茶搬运到煮饭上 实在是自然不过了 根据每个不同的情况 我们除了经常使用绿茶之外 还可以煮红茶 乌龙茶饭等等 每天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米饭加乔麦 乔麦虽然是麦子 但是跟麦没有什么关系 麦子大家都熟悉吧 按照乔麦的形态和品质 可将乔麦分为甜桥 苦桥 金桥等种类 甜桥的使用品种好 乔麦的保健功能小 可以作为粗粮 乔麦是被称之为全国冠军的粮食 18个功效于一身 乔麦的蛋白质 维生素 脂肪 微量元素含量高于大米 玉米 小麦等等食物 乔麦的保健功能 由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乔麦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 富含炉丁 炉丁具有多方面的生理功能 能维持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降低血管通信及脆性 促进细胞增生和防止血细胞的凝结 具有降血脂 扩张冠状动脉 增强冠状动脉血流量等症状 乔麦含有特别丰富的微量元素 能促进人体膳食纤维蛋白溶解 有抗衰老的作用 还可以调节血压 抗心理失常 防动脉周样硬化 促进新陈代谢 乔麦中含有烟酸成分 它对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扩张小血管 增强解毒能力 降低血液胆固醇 有特别好的作用 还能够调节血糖 乔麦中含有的各元素 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个儿在进入到人体之后 充分发挥起作用 促进胰岛素在体内分泌 而且能够抗癌防癌 乔麦中含有大量的美 美不但能够抑制癌症的发展 还能够帮助血管扩张 维持心肌正常功能 增强肠道蠕动 促进胆汁分泌 乔麦口感比较糙 最好不要单独食用 与大米搭配到一起 可以缓解粗糙的口感 更重要的是 乔麦中 洛安酸含量比较低 大米中 洛安酸含量特别的高 两者搭配 可以实现营养互补 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 每天能吃50克到130克左右 醋凉杂豆 煮米饭的时候 加入一些就可以了 既可以增加粗凉的比例 更加的健康美味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 味道更加的好吃 便有一番风味 乔麦有抗氧化的作用 乔麦中含有 乔麦多酸 维生素E 烟酸 都可以起到 抗氧化美肤的功效 还可以减肥瘦身 乔麦作为一种粗粮 确实是减肥的不二选择 乔麦中 富含膳食纤维比较多 每100克乔麦中 富含6.5克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 感兴趣的朋友们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